Python的程式学好了 基本上你就是 至少按照我云单上面的相关资料 你就 每次上课的时候专心听讲 那下课的时候呢 记得就是还是要回去复习 而且最重要是要实作 不只是复制贴上这么简单 尽可能还是要动手再把程式写一下 那不一定要从头写到尾 因为有些东西是固定的 然后有些是变化 而且你变化的部分 你可以把它稍微解写一下 重新再打打看 这还蛮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这动作没有做的话 以后你要拿Python来应用 你会发现很多的问题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Python变成每个地方都要动手写 因为你不写的话 你就没办法用 所以你不熟的话 那你要写一定会常常出错 那我发现大部分同学 就是程式好像观念都有 但是写就写不太出来 很容易发生错误 那主要的原因还是不熟练 我觉得还是要花点时间 去把它练习一下 那其实也 其实我已经尽可能把很多东西 都尽量帮各位把它筛选掉了 有些东西可能你们暂时不需要资料的 我暂时就没有讲到 就抓最重要的部分先更多一点 那些我觉得那是你一定要求稀的部分 那至于说有一些可能你暂时不需要 但你会想知道也没关系 你可以都在稍微看一样的书本里面的相关知识 其实也有更多的介绍 只是说那些东西真的是包的万象 包上包一堆东西 但我觉得学程师如果一下子要知道这种东西还蛮累的 所以最重要还是要抓药铃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一样我们先来看一下上个礼拜 大概的重点 那上个礼拜就有录下的影片 总共有那个六段 那第一个 大家就下载XML的资料 也就是说我们前面主要是CSV 所以你要确定 CSV我前面讲的话 逗点逗点放行 比较简单 那Jason的话有大瓜胡跟中瓜胡 有没有 那有那个 抓到Python里面的话可能是一个字典 那可能是一个串列 有没有 也可能是一个文字 所以你可能要知道怎么样去区分 抓哪些东西 那当然有一些简单的方法 我有用一个Jason Editor 我觉得那个工具 真的非常的浅显易懂 OK 另外当然XML其实也是雷同 XML其实跟HTM有点像 主要 类似的地方就是他的标签 标Tag 标签的 基本格式的话一定是小于开头 标签Tag名称 大于结束 然后他是一个头 中间是资料 然后尾巴就是多一个斜线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架构 所以那个XML当然相对于HTML简单很多因为HTML 里面还包含 除了说HTML语言之外 他还包含另外还有像CSS 还有像JavaScript啦 还有类似像资料库的东西都可能包含在网页上面 所以相对的复杂度会比较高一些些 而且网页他技术里面还包含一些就是如果你要抓他资料他可能还防止你抓 有没有就是说有点是 有一些手段避免你去抓取他的资料 那当然呢 这个道高于尺 谋高于尺 你可以想一些方法 还是可以把资料抓下来 那因为目前很多资料都放在网页上面 OK 所以如果他放上去 如果你不会用一些程式的方式去抓取 因为你要图法链钢 图法链钢 假设啦 资料量少你还可以Ctrl C Ctrl V 但是如果你那个资料量非常庞大的时候 那不得了 比如所谓的Big Data 大数据 那你要做一些这个资料分析的时候 那前置之后都做不完 所以如果你会用爬虫的方式 可以大大节省你的时间 尤其现在资料几乎都上网了 你可以想 可想的知道 网络上不抓得到 那只是说抓下来 这个资料 如果第一个 非常庞大的时候 那你当然就不应该用人工的方式 第二个 变动性很大 比如他 几个小时 或几天变动 甚至有些几分钟几秒钟就变动 那如果你每天在C Ctrl C Ctrl V 你前一段时间 才刚已经复制下来的东西 那你后一分钟你资料又不一样 那你永远不断在 抓这个复制贴上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用程式来做的话 那程式自动跑 电脑开的就好 然后他自动跑就OK了 所以这是有其必要性 我觉得很多 前置作业你一定要这样 如果你不用做的话 那你事情永远做不完 OK 每天都 在电脑前面就好了 所以上个礼拜的话呢 我们主要就是利用 这个 XML里面找到有一个模组 叫做Elementary Elementary里面有个方法 就是Plus 他其实就解析那个Tag 这个标签 那我们其实用这个 然后呢 去帮我们怎么样 解析XML 最后把它存成Esser档案 Esser档案前面有点类似 主要还是引用那个Pandals 所以这个假设 你上 上个礼拜的东西 假如说有印象 但是你应该忘了差不多 如果你没有实作 你可能 就差不多又归零了 OK 所以 回去啦 切记 至少你要找得到云端哪里嘛 应该还记得吧 这个东西应该在 云端摆盘里面的那个什么 反正你至少要打开 OK 打开之后的话 0601 对吧 至少知道那个 因为我上课的时候好像影片都会录制说 拉到第几页啦 所以你只要拉到那个第几页 你可以看到这个 我是觉得这页书还蛮不错的 那你可以找到那个 XML的话应该在底下 那你又找到那个需要的位置 那你就至少把 这个里面的那个范例 稍微练习一下 我们好像做了两个练习吧 一个是 那个 这个U拜的 有没有 好像还有一个是 什么呢 一个 要那个啦 那个劳工体检的那个合格的那个 因为这个资料好像浏览次数都排在蛮前面的 有没有 那XML一万多种 所以你当然你可以挑 可能跟你的行业别比较有关系 因为这个跟HR可能比较有关系 那如果你的行业别可能是金融的 你也可以找那个 金融相关的资料 然后试着把它抓下来 存成 跟Excel看看 如果你假设 也可以 换一个 档案 然后呢 换一个 范例 你也可以做得出来 那表示你应该是OK啦 至少你要能够能够做得出来 所以前面那个 CSV Jason XML 我建议是 你另外再找其他练习 试试看 OK 那后面的话呢 就是在 延伸到HTML 那 HTML我上个一半有提到啦 你看难度应该是 跟前面比起来难度就更高啦 因为你会发现 光个网页 你按右键 检视原始码 你光那个原始码 都是好几千行的 甚至好几万行都有可能 那里面包含哪一些 最基本的就是 HTML是有啦 那还有其他东西 那可是问题这么庞大的资料量 你要怎么样找到你要的资料 因为这么多啦 其实不是你全部要啦 你要的其实可能里面的 几个东西而已嘛 那几个东西它一定有规律性 所以 你要怎么样学着 找到你要那个资料的位置的规律 OK 那那个规律你找出来你自然 就可以很快的把你要的资料 从网页里面 把它抓取出来 那抓到之后的话当然一样 你也可以把它存档 看你 想要什么格式 一般当然最简单是 CSV 逗点逗点逗点 放 逗点 有没有 要不然的话就一样嘛 最常用到还是存成一切 有没有 还是 就是在把前面东西 稍微再复习一下 OK 所以 今天的话 我们重点 就会摆在 如果去抓那个网页资料 因为网页资料其实太复杂了 所以 我也要让大家 慢慢熟悉啦 所以我前面有几个範例 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一些基本的网页 那网页里面的价格有哪一些 至少你要知道一下 哪些标签 头一定是HTML 尾巴 斜线HTML 中间就是 头的话 Head 然后呢 就body 里面有放一些 相关的东西 那如果说我要抓里面的某一些资料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抓 上面有一个例子 我们是先找那个 云端白板里面的0604 所以0604上一拜 我利用一个范例 这个范例的话是在第2页 不过你们要先确认一件事情 就是第1个你能安装那个 这个Beautiful Shop 4 那刚刚如果没有的话 他好像会显示 No Name No Module Name BS4 不过我以前我们是拿BS4来install 通常都可以 可是你会发现 好像Beautiful Shop 比较特殊 你如果用BS4 安装会失败 他一定要全名 这很奇怪 目前 看到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 如果 其他的好像就直接 No Module Name 你就把Name 拿来install 通常OK 但是Beautiful Shop 这个是例外 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 那第2个的话呢 就是 我有请同学回去了 如果你对那个HTML不熟的话 可能自己稍微阅读一下 就是HTML相关规则 甚至 以下有一些教程 甚至如果你 假设比较用功的同学 你可以 到那个 天荣书局 在我们附近 去找一些HTML相关书 其实也都讲的蛮清楚的 你随便反而 找一些 你看得懂的书吗 翻一翻 至少了解一下 那我们上个礼拜呢 主要是抓什么 比如说我今天呢 把这个档子 把它存 当然你可以把它直接存在HTML 因为其实HTML 它的头就是HTML这个 尾巴就是这个结束 中间的资料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抓 HTML1到 HTML3 那你会发现它是放在P P就段落里面 OK那你可以怎么样 利用 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用什么呢 用BeautifulSoup OK 用BeautifulSoup 这个方法 它就可以很 简单的帮我们做解析 所以它其实主要是什么 利用那个Request 先把那个原始码先抓下来 那原始码非常的复杂 那我们要怎么样快速解析它 OK所以BeautifulSoup 主要做什么呢 主要就是帮我们做快速解析这一点事情 那解析什么 解析里面的标签 这就别注意哦 将来你要知道说你的资料 到底放在哪一个标签里面 那你就只要去找到那个标签 谁去帮你找 很简单就是用BeautifulSoup OK所以BeautifulSoup 目前我是建议你至少 会用两招大概就很够了 一个是Find Find如果是你要找的资料只会出现一次 或者是第一次 那你用Find 那如果你要找的资料很多不只出现一次 可能很多次 那就用Find底线All 那就是找所有的 它的原理原则有点像 你在画面上按Ctrl-F Ctrl-F就是寻找 他寻找他一个一个 只是说他会帮你列清单 OK 那大概这两招我是觉得目前大概就够用 那还有别的方法 不过我们慢慢再来 再来看好了 因为一下给你讲太多 你记不起来不会用 老师也是 是多余的啦我觉得 好像有些同学好像学了很多 但最后都 不知道该怎么用 OK 而且你会发现 Gepidluosuk 不是除了Find还有别的方法 一堆 但我跟各位讲 Find跟Find好像就已经很够用 不够的话你再来 想别的办法 OK 好 所以请各位先看一下那个什么 範例二 OK範例二的话 比如说我希望 所以待会请各位第一件事 就是把这段程式 OK在那个云端白板的第四页 0604里面的第四页 然后有个範例二 範例二的话 这边开头有一段 这个 程式啦 其实这个程式我大概 其实主要上面的部分就是一个网页啦 那这个网页因为我不想用replace 或者是用开档的方式抓进来 反正我就先把它变一个变数 这样不用抓了 不然你还用replace 我觉得太麻烦 模拟一下 假如说我们已经把它用replace Gate回来了 这个得到它的原始码 它的原始码就这么简单 不过应该犯例啦 因为我 假设我直接用那个实际上的案例 那个原始码都是几千行的 没有像这个不到十行的 所以我就先用模拟一下 不然一下子我们讲几千行 你光看到你就 已经一个头两个大了 所以我们现在简单一点 那第一个 请各位把那个 HTML一直到 这个网号 把它复制一下 OK 然后呢 开启你的spider之后 开一个新的module OK 开一个新的module 然后module之后的话 就直接把程式贴上 OK 那上面的部分就是 我们已经抓下来 假设 我用那个 模拟一下 replace.get 好 get下来 它的原始码长这样 然后呢 我把这个原始码放在一个 变数叫HTML里面 OK 其实它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文字档 所以 三个 双引号 然后三个双引号结束 那表示中间这一串 就是放在这个变数里面就对了 OK 然后呢 我们假如说有一个需求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说呢 问题 如果我只要取什么 取我是段落2 的这个里面的资料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把它放大一下 这个我是段落2 它基本上是放在哪里 放在 这个body里面 一定是body里面 然后呢 它是放在段落 那你会发现 这个段落 如果跟前面的段落有点不太一样 它有ID OK 那另外的话呢 它还有class OK 那当然有一些网页它没有这些东西 那有一些网页有这些东西 不管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希望写一个程式 可以把我是段落2 把它抓到并且print出来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做 OK 那当然首先的话 我们一定要先把那个 Beautiful Soup先引用 所以 这边已经把那个Beautiful Soup这个方法 已经引用过来 利用这个 魔术里面的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主要就是大家一样 把这个 网页的原始码丢给它 然后请它帮我做一个passer 做一个那个网页的解析 那解析完之后你会发现 丢到前面 假设一个变数叫SP 当然你可以先print一下 所以假设你如果 不知道说变数里面放的什么资料 没关系 把SP 先print出 其实它解析的结果 你会发现 它就是这个 得到的其实就是原始码的内容 OK 那可是问题来了 我如果今天我希望得到的是 我是段落1 我是段落2的话 该怎么做 当然 一样 如果我想要得到的是 我是段落1 怎么做 甚至我想要title里面的资料又要怎么做 OK 因为网页里面 我大不了要得到的是里面的文字 那我要怎么抓到 OK 那我前面讲过 当然你有特征 那你可以用find find瓜谷里面呢 就是跟他讲说我要的是哪一个标签 有没有 如果只要一次 那就是什么 用那个find 如果多次 就find all 所以如果以这个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当然 我们可以用那个SP 里面的话点的嘛 点之后的话 如果找的话 我们可以用find find如果find一次的话 假设我find 其实标签这里面的话 这个应该是一个段落 所以我可以怎么 find一个p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要find 基本上呢 他就是 会 找一次的话用find 所以假设老 我今天 我把这个print出来 如果你不会 你们自己动作试试看吧 find 有没有 print它 假设呢 请你帮我找一下 找那个标签是p的部分 并且帮我print出来 那find因为找一次 那这里面有两个段落 所以他只会找第一个 所以print的结果会是什么 执行一下 OK你可以看到 得到的结果 他就会是这个 有没有 得到的结果就这个 就这个了 因为他会找第一个嘛 我是段落1 可是你说老师呢 我不要那个 我find的 所以你用find吗 findp 他就帮你把这个找过来了 有没有 那可是你说老师呢 我不要那个外面的这个标签 p我不要 我只要里面的资料的话 很简单 你只要在尾巴再加什么 再加一个 那点test就可以了 点 text 有没有就是 我不要 我要找 那标签 可是我要找里面的资料 所以执行会得到什么 我是段落1 OK 我是段落1有了 可是问题来了 我不要段落1 我要段落2 那可是问题来了 我刚好讲 find的话是find一次 可是我今天呢 我要find第2次的话怎么办 那你就不能用find了 你只能用find后 可是find后会把两个都找回来 那怎么办 没关系 找两个我取第2个不就好 OK 所以 这个好像上礼拜其实有讲到类似的 只是我建议啦 各位一定要 懂得那个什么 变痛 因为这两招我觉得就已经够用了 因为网页上找来找去不外入就标签 不外入就类别 但这两个我觉得已经够用了 至于其他的我觉得 就是点缀式的吧 OK 而且我跟各位讲 你爬虫不是 Python的专利 其实在VBA也一样可以拿来爬虫 你用其他语言像Java也是这样爬 只是说呢 你还是要了解HTML 你才有办法爬 只是换一个 可能不是用那个 比如说SURP 可能用另外一个东西 那一样爬 爬什么 一样爬标签 所以如果你有概念的话 你换个环境你还是可以做爬虫 OK 所以如果你假设 老师我不要段落1 我要段落2的话 你怎么办 那我讲啦 你如果FIN一定FIN第1个 他不会FIN第2个 那想说老师有没有那个 函数是FIN第2个 抱歉没有 那怎么办 没关系 你可以用FIN 有没有 但是FIN回来的话 他会带两个 一个是 第1个段落 第1个是段落2 段落1段落2 OK 所以呢 两个你就不能共用一个 点test 所以如果你假设点test 他会出错 他跟你讲说 我得到的是一个阵列 可是你今天 这个点test就OK 说怎么办 你刚才删除掉 好假设你 你就把它再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改成 底线FIN第2的话 他得到的就会是一个什么 一个阵列 那各位可以看到有没有 这个阵列 里面就是把什么 把我是段落1放在这里 我是段落2放在这里 然后外面包一个中瓜 有没有 如果你有三个 那就是豆点 第3个 豆点第4个 那它的编号呢 第1个一定是0 第2个一定是1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取第几个 我要取第2个的话 那就怎么样 给一个编号就好 那编号给多少 给1就好 所以 如果我要改 假设我要改成我是段落 2的话 那有一个方法 他会加一个什么 中瓜骨 加个1就可以了 如果我加一个 这样的一个意思 我不要全部 如果我 这边有两个对不对 我只要 后面这一个 那前面这个是0 这个是1 所以我把它 写一下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我就抓到我是段落 如果我只要里面的资料的话 很简单 你只要加个中瓜骨 之后再加个点T EXT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呢 再加个点T EXT就OK了 这形象 然后我会发现 我是段落 就出来了 所以 其实 最后就这一行 OK 所以你们练习一下 可以先练习什么 先抓我是段落 1 然后再练习 我一次段落2 OK啦 八妹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诚实真的不多啦 我觉得蛮好用的 因为我自己做他 这个网路上的资料 大概这两招 我都觉得 很好用了 当然还有别的方法啦 只是我觉得你暂时不知道 没关系 因为记太多 那也是蛮干扰的 很多人记得一大堆 书上 跟你讲每一本书写的伐虫都不一样 真的 你会发现看了一大堆书 每一本写的完全都不一样 真的喔 讲的事情可能都一样 但是每一个作者 习惯的用法都不一样 那到底哪一个是最简单的 不好发现 这个应该是最简单的 OK所以 我跟各位讲的是 我帮各位挑选 最简单的方法 OK 方法很多啦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这个坊间 这个现在电脑书最多的Python 真的不缺Python的书籍 坊间书出架量最多的 OK 那只是说啦 这么多书 到哪一本才是 写的最适合你的 OK 这个可能还是要 思考一下啦 那我帮各位 整理了 其实这个方法应该最简单的 OK Find 跟Find 后 这以后的话 如果假设要找一次喔 或者找第一次喔 那就用Find 那如果找一次以上 或者是说后面几次的话 那你可以用Find all 那因为Find all呢得到的是一个正列 所以你可以用后面中瓜谷 然后呢 去指定说你要第几个 这样也是一个 还蛮方便的方法 OK 那像这一招的话 我觉得后面你要去抓那个网页 上面的资料 相对会简单很多啦 因为 其实讲到爬虫喔 真的复杂 非常非常复杂 OK 那因为我教那个 除了叫Python爬虫 我还教也是有VBA爬虫 每次讲到这些喔 同学 真的脑袋都快炸掉了 OK 没办法 结果后来啊 慢慢慢慢再整理再整理 讲讲看 哎呦 等一下不要讲那么多 但如果你们有兴趣没办法 我在云端上面有办会整理很多方法 你如果有兴趣你可以用其他方法试试看 结果都一样 OK 试试看好了 嗯